许多人都想要成为有知识的人 但什么知识才是真正的有自由 有能力又能造就人的生命呢 有些人信了主之后 单单不做一些坏习惯的事 但总是不会喜乐 有一个压抑的灵 容易受内疚的心 那么他对上帝的认识是相反的了 我们听了上帝这么多的道 都是为了将我们的心灵 思想 言语 人生都得着释放 而有真自由的生命与能力 如果我们所信的道 成为我们永远的喜乐与盼望 这是从上帝而来的了 若上帝的灵和道 没有进到我们的心怀意恋里面 我们所认识的知识却变成骄傲 别人跟我们在一起 反而觉得很压迫的感觉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信仰 听了神的道 绝对不是单单说 这个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乃是要以真理的爱 在凡事上都能靠圣灵而行 以致造就人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到二节说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很多信徒都有知识 虽然知识是重要的 但知识没有爱是叫人骄傲 我们需要明白 真正的知识才能得全然的自由 这知识就是真理了 如果人懂了一些东西 可是因懂的东西更烦恼 更忧愁 更惧怕的话 那么那些知识不是从上帝来的 知识是很容易叫人骄傲的 所以人就很难谦卑 人常常用自己懂的东西来维护自己 来跟人辩论 追求自己的动机 甚至用来控告人 贬低人 藐视人 人因自己懂得知识 其实是失去更多爱 所以当发现了什么知识后 要先认定住 把知识放在爱的关系上 看见上帝怎么无条件的爱我 怎么在反事上引导我 怎么为我代求 当这个成为我们的思想 判断和确认的时候 我们所认识的知识 就成为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了 而不是骄傲 所以知识必要经过爱 才能成为我们的灵性 我们心理一切的动机 人学习到越多知识后 越是要发现上帝的伟大 和人的软弱与无能 因此 在上帝的面前 能谦卑 这就是爱上帝了 要知道 人的欲望出来的时候 是无法控制自己 人没有神的话的时候 是被魔鬼控制的 所以我们懂这真理之后 才会怜悯人 爱人 如果我们懂得知识越多 却不懂得爱神 爱人的话 就会用来控告人 然后人的知识 也会变成很危险的工具了 就像达尔文 他的进化路思想 影响全世界 马可思是读过圣经 却从圣经抽出公平的原理 这些知识 却叫人走向灭亡的 唯有真理出发的爱 才是真诚与扎实的 所以我们认识的真理 必要经过爱 成为我们的灵性 这爱就是基督的灵性了 这算我们所爱的人 误解了我们 我们也不会受伤 因为经过爱 是偏向爱 包容和颠面的心 来为他带导 所以当真理 经过爱 才能成为我们的灵性 和动机了 当我们经过 在基督里的爱 之后才能成为 造就人的知识了 通常很多会教导人的人 有两个特性 第一 他有属灵的知识 但如论我们的属灵知识 有多少 更重要是我们要在爱里面教导 那第二 他会体恤一个人的情况 难处 从被教导之人的角度来思想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 生长的背景都不一样 有些需要很短的时间 来改掉那些坏习惯 有些却要花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改变 所以我们要明白 他人信心的程度 情况的不同 成长的背景来引导他 有些生来是很受捆索 很规矩的 所以我们要在他们的面前 自由一点 例如跟他们去看电影等等 为的是帮助他们 还有些人生来就是自由派 他们太自由了 那时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要给他们看要如何分别 所以我们不是要以自己的情感 意志或认心来造就人 那是以真理的爱来造就人 圣灵的能力 渐渐会改变他们的心 有了知识 我们也尽要避开辩论 不要因为维护自己的见解 或一些立场而进到真论里 要知道主的话是事实 所以不需要辩论 应该教的要教 责备的要责备 安慰的要安慰 但是尽量要避免辩论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所认识的真理 更将我们看见自己的无能 同时更发现在基督里的爱 使我们得以释放 也能造就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